聽名林大話 你會支持嗎 我希望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我會全力以赴 全民調的情況之下 他仍然獲得提名了 你會支持他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不會發生的事情 被問到2026高雄市長 黨內初選 邱瑩這回答 讓主持人周玉寇驚呆了 似乎也象徵初選 這一局正式白熱化 根據基金黨網路民調 五位表態要選的 就他最受矚目 立委許智傑為了炒熱活動氣氛 豁出去到哪跑行程 幾乎都要來一下十六噸 基金黨網路民調結果 許智傑獲得超過四成支持度 理由之一就是會跳十六噸 這似乎讓其他表態要選 高雄市長的黨內同志 不以為然 那第一名就來當總統 許智傑會十六噸 這個應該也是一個玩笑話之一 不會因為你會十六噸 就選你來當市長 背扣上怎麼樣的去 產出這樣的數據 其實我都尊重 基金黨這份民調 許智傑在五個人當中勝出 同時間有罷免團體設立據點 要罷免他及他落跑選市長 我一直在鳳山 我如果選市長 如果真的有選上 也是會在鳳山 沒有什麼落跑的問題 強調沒有落跑問題 而日前黨主席賴清德 和派系要找便當會 不排除二零二六 縣市長初選提名 渴望在農曆年前就開跑 高雄市長這一局表態度高 想繳主堡座的格格卯足權力 楊高雄熱戰提前開打